榴莲 榴莲 众所周知的水果之王 很多人很喜欢吃 但也有些人无法接受它奇异的味道 虽然它有这种味道 但它所拥有的营养价值及功效 却是很多水果所不具有的 榴莲的全身都是宝 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榴莲壳的功效 很多人吃了榴莲把榴莲壳丢了 这样太浪费了 让我今天示范给大家看 怎么把榴莲壳变成一个营养丰富的榴莲壳 这个汤真的是又香又补又营养 喜欢的小伙伴们 今天花巨汁买了一个榴莲 挑的还不错 肉蛮多的 肉吃完了皮也不能浪费 也这么贵 19块9一斤了 我们用刀把白色的那一层给它切出来 有点难切 以前我是吃不惯榴莲的 后来撕了几次 吃上瘾了 太费钱了 真后悔 这个榴莲的籽也别浪费 也放进去 再放几个红枣 把它们都洗一下 然后给它切成大块之后 放到砂锅里面去 准备掉乌鸡 放点姜片 冷脆小锅 灰水 煮出血沫后 清洗干净 放到砂锅里面去 红枣去核放进去 榴莲的籽也放进去 再来几片姜 加入适量的水 大火煮开 转小火 煲了一个半小时 半小时后 时间到了 加入适量的盐 调一下味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又好喝的榴莲鸡汤 也有很多人 会放一点榴莲肉去包 但是我实在是舍不得 就这样全部放到壳 也挺好喝的 这个汤真的是 又香又补又营养 喜欢的小伙伴们 试试吧 榴莲壳的功效 清热降火 榴莲吃多了会上火 用榴莲皮煮水喝 放入少量的盐分 能够起到清热降火的作用 不炫意气 用榴莲皮炖鸡汤 排骨汤等 不但味道鲜美 还可以起到滋婴补肾 补血液气的作用 尤其是对驱除胃寒 有很好的作用哦